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没有知识也要长常识 好 一定要扣在这边 来 首先欢迎吴美玲老师 大家好 老师好 以及汤正伟老师 老师好 还有白玲老师 老师好 来 另类投资致富书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用宝石来逆转人生 宝石 房子带不走 宝石放在口袋里随便走 放久一点增值 好像有的时候比房地产还厉害 好 来 我们来欢迎特别来宾 这位是泰希尔·扎纳 主理人庄宥珍 你好 来 接下来 欢迎我们的林玉峰 大家好 好 来 宥珍 你好 宥珍是我在滑手机 看TikTok的时候 看到我很喜欢的一位 的一位 算直播主了 对 他介绍好多宝石 我觉得他讲话又实在又直接 又精准地觉得好有趣 那你懂宝石吗 我不懂 但我就是很爱看 然后他又很愿意讲 然后我们今天特别请来节目 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说宥珍做了15年的 宝矿石的生意 会在网路上拍小短片 教大家宝石的知识 对 对 你在大学读的是建筑系 你后来怎么会踏入宝石的市场 我一开始做的是石英砂生意 就是我一个大学的同学 他是交换学生从埃及来的 那我们就一起做了石英砂的生意 什么是石英砂 就是我们做玻璃 或者是做铸造的时候 会大量用这种石英砂去翻模的 你大学生 你一个大学女生 你就会做石英砂生意 就是我的同学 他就觉得 我们常常拼土嘛 都可以很顺利 所以他就觉得 他找我做这生意应该会成 那他是交换学生 但是他是做国家的生意 他们国家的生意 所以他就找了我一起跟他去谈 他们做他们国家的生意 对 他是埃及人 这么厉害 对 结果我们就去了 陪他去拜访客人 然后就接到订单 去哪里拜访客人 在台湾 台湾的其实几个大石英砂厂的老板 那我们就是去承报嘛 然后去接到订单以后 就让他去出货柜 那一开始是这样 但是最后他就真的跑了 对 他最后就真的跑 接了几次案子以后他就跑了 那那时候我就跟家里商量 要不要继续做这个生意 那也跟客人讲 客人就跟我讲说说 那我再给你多两百个货柜的订单 你去做完这个生意 两百个货柜 你一个大学女生这么有叫小 然后就把他扛下来 对 然后就去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开公司 我自己已经有开公司了 所以就去接了这个案子 然后就真的去 结果没有想到去以后 就在那边开场 你就去了埃及 对 就买矿权 就开始做事业大生意 讲得好像很简单 可是就人生 一个大学女生就这样子就蛋 然后就开矿场这样子 对 中间有一个过程 其实还蛮辛苦的 对 就待了五六年 然后慢慢就转型去做建材 对 因为我还是读建筑系的 那我还是想要回到建筑这方面 还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就开始做了 大理石花岗岩的生意 那慢慢稳定之后 世界各地开始有订单 那订单会有订那种 比如说透光玉石 一面电视抢一百万的这种 那我就特别去找这种透光玉石 那所以就开始会到阿富汗 伊朗 巴基斯坦 这种比较动乱的国家 你都敢去 对 因为去埃及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很动乱了 所以已经习惯了 你都没有在怕 因为我们看新闻那边 好像常常会有动乱 枪战什么的 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 路上都是 他们会有哨战 像每两三百米会有一个哨战 哨战上面都是军队 会有AK-47 所以你无时无刻都会被枪支 瞄准 那你家人不会担心 不会 我家人不知道我去做什么 后来就开始到了阿富汗 那我觉得那边是 可能是上辈子在那边有缘分 我进到这个国家以后 我就开始订单不断 我就没有再出来过 我就直接设公司在那边设工厂 在阿富汗 对 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就开始一直挖到很好的矿石 然后订单一直来 然后最后就挖到宝石 你本来是要挖矿石的 对 就是透光玉石 不小心挖到宝石 对 就是譬如说我们看 还有这么好的事 其实那时候就是挖了十几个矿里面 大概有八成都会有宝石 都有什么宝石挖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挖到红宝石 然后珠母绿 然后有绥巾类的也有 有非常多 那时候其实我不懂宝石 没有想过说会挖到宝石 对 因为原矿也看不懂是什么 就一块黑黑的石 对 花钢岩它其实是看得懂 因为我们是对板去找这个矿的 那通常对板找矿 照理讲不太可能会挖到宝石 因为宝石这种东西 通常都是有特殊的矿权 人家特殊已经拥有了 那我们就是真的是挖到 我觉得是幸运就 一直都有挖到 然后就开始慢慢走到 这个行业进来 哇塞 底下的人不会吃你 不会啊 那我的合伙人在当地也蛮 一般做这个行业 其实在台湾做杀石 应该都是要有一定的背景 是 对 那我去到当地的时候 其实我很年轻就出去了 那我当时可能也很单纯 我也没有想过说 我的合伙人他 有没有什么特殊身份 完全没有想过 也没有在 就不懂得怕就对了 对 对 其实他有一个枪裤 对 对 是说我们出去真的都是 你军队 就是你做这个行业出去 其实进进出出都是带枪的 你合伙人的爸爸 介绍你去认识一个传奇的人物 对 他就是介绍我认识我先生 传奇的人物不是应该很老了吗 对 我本来一开始也觉得应该是很老 那我那时候介绍我认识我先生 是在泰国 我先生他很 在泰国认识你先生 对 在泰国 他也是巴基斯坦人 可是他是在泰国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泰国去了 就去开切割工厂 那那时候就是要把我的原矿 宝石原矿开挖出来后给他 然后他去做了生意之后 再来跟我分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在矿区 你喜欢在矿区 对 我还蛮喜欢在 你不喜欢待在珠宝店 吹冷气美美的戴戒指这样 我不喜欢 你喜欢在矿区 我喜欢去大自然 然后我出去找这个石头 然后这个石头 就会帮我找到客人 就会拿到钱 词题一下 矿区的兴奋感有什么 就挖出来挖 钻石 红宝石这种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 就像这个圆框 就宝石 就矿石随间圆框 我很喜欢就看到这个 就是我会在 你看看起来它就是山上 就是一般没有什么样的石头 可是你挖出来它会有这样的东西 它会帮你找到客人在哪里 我的石头 我觉得我的矿石很爱我 就是我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的这些 大自然的这些矿物 它会帮我找到我的客人 我这一辈子遇到很有缘分的 都是因为石头结缘的 所以你就后来在 朋友介绍你认识传奇人物 你的先生 你们在泰国见面 对 怎么个传奇法 传奇 它就是从很小的时候 它就切割宝石 非常小 五岁 就开始学切割宝石 在矿区 在宝石产帝国 这个是很常见 就是非常小的小朋友 就开始学习这个专业 那他就很有天分 所以他七八岁的时候 他的老师 就是他的老板 就让他出师去开店 就自己开工厂 七八岁 七八岁 不是我们小学一二年级吗 对 所以就变成说你是开矿的 挖宝石的 然后他是做切割的 对 挖几乎已经一条龙了 对 就是上半段已经一条龙了 那他就是很年轻 就开始切割了很多宝石 就已经是大老板了 然后就很多师傅 都他带出来的 所以他后来就到泰国去 因为全世界宝石交易的 集散地其实就是在泰国 是哦 对 那所以他就到那边发展 那我在巴基斯坦 一定不会跟他相遇到的 所以我很忽然的爸爸就说 那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所以就带着我去跟他碰面 然后谈生意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第一次碰面 因为宝石电道 对 没有电道 我们第一次碰面 就大概是像这样 就介绍一下 然后讲一下说 我们要做生意 那我的框可以给你 那可能时间很短 不到三十分钟 他就跟我讲 他不跟我做生意 那其实我 一定要敢去赌 他才会有做大事业 还有这些笔画的人 本身他的这个碰到 你知道碰到逆境的时候 是完全不能退缩的 就是当下的机制要很 头脑很清晰 你思路很清晰 我们都在调杂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调杂巴大神APP 等你哦 第一次碰面就大概是像这样 就介绍一下 然后讲一下说 我们要做生意 那我的框可以给你 那可能时间很短 不到三十分钟 他就跟我讲 他不跟我做生意 那其实我是放下手边 所有的工作去见他的 就是想说一定 我会问我爸爸说 一定要碰面 这个生意要当面谈的 我就说好去 然后我就问他 那为什么 你不跟我做生意 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 因为你会是我的太太 就是我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 跟太太不做生意 对 反正就是 就是他就是很直接 就这样讲 这一句话 这个撩妹也撩得太厉害 直接撩回家了 好直接哦 他就是说 你看得到的所有东西 他的所有都是你的 那你什么反应 我就翻白眼 对 你说少来这一套 就开始挑货了 没有 我就跟我和我爸爸讲说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然后我和我爸爸就说为什么 我就说你问他 然后因为我和我爸爸 其实蛮疼我的 因为我很就是 在中东你还是是不工作 不做生意的 他就是在家里面 都是男生在养的嘛 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过去 那他们就会觉得 我家可能没有男生 没有爸爸 没有哥哥弟弟 所以我一个女孩子 才会出去外面打拼嘛 那去做了男生的工作 因为我的生活环境 这些工作其实真的都是男生在做的 那结果 后来他就一直要帮我介绍对象 可是都一直没有成功 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是想做事业 我没有想要结婚 然后后来他就听了我的 那时候的老公这样跟他讲嘛 那我先生就说他要娶我 我合伙也觉得没有 不可能 因为他帮我介绍太多了 他们这么直接 都还没相处 没有交往 他们没有 他们不是直接 他是唯一一个最直接的 他们那边其实男生很含蓄 他们没有在交往就是结婚 他们真的没交往 他看喜欢还是怎么样 他就会请人家来讲嘛 但是我先生是第一个 直接跟我讲的 对 一般都是透过合伙我爸爸来讲 还要有每一人 对 那后来嫁给他 是因为他把所有财产过给你 没有 我没有问过他的财产多少 就是后来我们 我们其实认识了四个月 见面三次 我们就真的结婚了 他其实蛮厉害 就是他 我们中间就是他会一直找我去泰国玩 那其实因为我要做矿嘛 我有很多地方要跑 跑到几个国家 那我事实就没时间去玩 那他就问我说 每次约你你都不来 那你怎样才会来 我说我有客人我就去 那他就帮我找客人 我就真的去 我去做完以后我就又走了 又去下一个装货轨的地方 我就又走了 那他那时候刚好 我们是11月认识的 然后隔年2月的时候 刚好我要回台湾过年 我那时候一两年才回来一次 那他就说那你会回家过年吗 我经过泰国吗 对 他就说那他可以跟着我来台湾吗 我要带货给客人看 我说会啊 我会带大货回来给客人 他就说那你可以把我介绍客人吗 我就说好我帮你介绍 因为我在泰国 他帮我介绍好多客人 那我就觉得基于这个前提 我就觉得好那你跟我回来吧 我就带就帮他办签证 然后我们就回到台湾了嘛 那他回来我们第一天第二天 我的客人就跟他买两三百万的东西 然后他就 是买宝石吗 这时候已经是做宝石 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做矿 我还没有做到后端的落实 那他就隔天 我们住同一个饭店 他隔天就直接去住一家店 他就去住了一个店 在台北市租一个店面 对他就直接租一个店面 然后就来敲我的门 跟我讲说我租了一个店面 我带你去看 我那时候有点懵 就是以为他要开玩笑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有点时差嘛 然后他就带我去看 他就说他租了一家店面 然后就是叫我要帮他 我那时候其实蛮震惊的 我觉得怎么这么快 对 那他就真的租一家 然后后来就这样 我们就陆陆续续来来回回 好几次就把这间店弄好了 那我就陪他用好 我想说我陪他用好 我终于可以回去做我的事业了嘛 那结果就 没有他就说 开业啊 要请个我爸爸妈妈 因为没认识别的长辈嘛 要请他们来 就是祷告祝福一下 开业了这样子 你娘家的爸妈 要有一些老人家在 才有仪式才祝福 然后我那时候 我爸爸妈妈其实还蛮忙的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自己家里本身做什么 我们是做医疗行业的 做医疗行业 对对对 那所以就 我就说那我问看看 结果我爸妈也很神奇 他们那时候也突然有空 也说好可以上来 那就让他们上来了 上来以后 他就也是跟我爸妈 就直接讲 你女儿就是我老婆 这间整间店都是要给他的 而且你女儿如果嫁我 你就可以看到她 随时你想看到她 我就送回家 我爸爸就很感动就哭了 因为我其实离开台湾 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回家嘛 我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妈妈就说 可是我女儿就是不会照顾你 就是我妈妈就会讲 直接讲说我女儿很有个性 可能会跟你吵架 然后怎么样 因为妈妈知道女儿是 不会做饭 不会做家事 是事业心强的 独立的 独立的女生 对 跟你们那种传统的那种 不一样 蒙脸的在家里做家事的女生 不一样 对 然后你知道我先生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们第一天碰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了 我就给他打退堂鼓 他说我会是他老婆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退堂鼓了 那他就说他不会放弃 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就是第一天他遇到我的时候 就跟我讲了 就这样 其实是一个蛮神奇的缘分吧 时间很短 但是很快就定下来了 非常快 是三四个月而已 你从一个大学女生 你就闯出去去埃及 然后去中东这样到处跑 你都没有在怕的 出生之独不会无怕 亲民的母亲 对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这样才能闯出大事业 等一下可以看看为什么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吴美玲老师 那些姓名笔画的女人 能够独自闯出大事业 厉害 然后看看哪些姓名笔画的女人 可以闯出大事业 在子威斗数里面来讲 有女生男命 在姓名学里面来讲 也有女生男命的数字 来 我们来看 还有哪一些人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 出生之独不畏虎 我们看这些姓名笔画 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十九二一三四 三三三六二七的人 都有这种特质 这个就是女生男命 你知道一个人要做大事业 一定要有果断力 是 然后他一定要肯定 自我的价值感 有的人对自己是完全没有信心 你知道我们台湾 有很多女人都到南非去 去做生意 你知道 南非身上随时都要自己要带枪的 对 要随时会有早期 对 所以这些很多这些笔画人都是 早期就是跟着出去的 然后这种有这种笔画的 他事业会做到 他就是要有自己的决策力 而且他的智慧要很高 而且他要有机制 去面对所有的危机感 而且他自己情绪感情 都不能产生 是一种依赖的 所以你就是属于这种型的 就是说他自己的读策力比较果断 然后你的决策力比较果断 比如说现在这个矿买下来 你敢不敢跟他赌这一把 很多人是不敢赌 他会敢赌 因为这种像在赌石一样 你买下来也不知道 你密有多少矿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敢去赌 他才会有做大事业 还有这些笔画的人 本身他的这个碰到 你知道碰到逆境的时候 是完全不能退缩的 就那当下的机制要很 头脑很清晰 思路很清晰 那像你是总格三十六是不是 对 三十六就是一码的 往外出的 就是说他这种很多人都问我说 会不会有异乡财 这种就是三十三 三十六 这种的都是容易有异乡财 然后异乡恋情的 所以你就是属于这种 那一定要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才敢出去闯 否则的话你即使跟他讲 那边有黄金给你 他也不敢要 是 很多人你知道早期很多在很多国家 在开发的时候 他说独龄我这片土地给你 你一定不敢要 我不敢 因为你会想很多 我要这个万一以后怎么样 万一以后复不起 万一怎么样怎么办 但这些人都先做了再说 我们有碰到这些笔画的人了 但他或许有一些笔画又是比较弱的 那他可能在人生路上碰到挫折的时候 他又会脱缩 如果你的笔画里面 比如说有的人又有二一 又有三四 又有什么 像郭台铭就三四 李登辉也三四 我们很多那种大缺家 那这是他会不会参选总统 这个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也 这个我们就是说有这些笔画的人 最起码他碰到 你知道我们要做大事业 他并不是说一年两年 最少都会十年起跳 但是我们的流年 每到十年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波折 但当你面临到这个波折的时候 你如何去砍过那个关 那才叫做大事业 那这些的人碰到一个大的波折的时候 他是能够有那个勇气去过那个关的 所以这个通常都会做到很大的事业 那我们来看这种 那个行李箱就那一只红的 都还是好的 为什么因为是喊无 就是喊无人机 他就静静的沉 对 他就在那边待了十几年 所以几乎那时候拍到的时候 大家很震撼 好像是活生生的 把他们留下来的鞋子 留下来的那些碗筷 就还是摆好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惊讶 可是自从我们人类去过之后 他就哭掉了 所以这些富豪为什么急着要去看 另外一种做大事业的 它是属于阶梯式的 它会每十年成长一波 每十年成长一波的 那我们来看这种 这种就是说 它有十五化 二十四化 二十三 四十七 三十五 五十化 这种人的这个事业 它一样会做大 但是它是属于阶梯式 慢慢慢慢过程去成长的 因为这个做事情 是比较冷静的 重规化的 那像你也有二十三 所以你看起来大气 但是其实你心思也很细腻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事业做不大 他可能他在做生意做大的时候 那我们的东西 我们工厂就要换工厂要做大 但是他不会去房厂 但是有这些的人 他会亲力亲为 我到工厂去看 去盯 然后包含每一个文案出来 你文案写出来了 我还要再省过 但是很多大老板 他只是负责投钱而已 但是他不过问这些细节 所以你是还是会过问细节的 你应该一开始连他那个做工 连什么你都要亲力亲为的 包含你做这个建材 你也要一定要出货之前 一定要自己先去检验的 所以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是本身是属于比较细心规划的 但是这个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本身你知道自律性情绪控管 也要很重要 有时候碰到不好的客户 或者是碰到不好的员工 或者是碰到这个工程 中间有障碍的时候 那个情绪管理要很厉害 要能够掌控当下的那种 比如说标怒 你一个人如果常常发脾气的时候 他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是无法跨越这个事业的障碍 所以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事业会做大 是因为他能够规划所有的一切 然后包含财务也一样 很多老板做生意做到最后 他会赔掉就是因为他不管财务 他只管业务 没有管财务 如果说你有像佑珍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笔画 又对到这种规划的 那这种事业都会做得更大的 谢谢老师 来来来 讲到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韬鸡梦 然后有没有海外的缘分这样子 因为不只是海外 都已经超越海外去太空了 问一下玉丰 很多富豪的韬鸡梦从海底已经 掏到外太空去了 对 像之前不是发生那个TITAN 就是太坦豪要去看TITANIC 结果整个炸掉 大家都想说 这些有钱人到底在想什么 一趟的这个花费是25万美金 整个台币大概777万元 结果最后还涨身海底 可是这些都是超级富豪 对 我在想这些人 他是全世界已经玩到 没得玩了 玩到没得玩了 玩到什么 觉得都太无聊了 他才会去玩这个 对啊 因为富豪是这样 你一定要亲眼看到 尤其是那个TITANIC 那个那一艘TITANIC 其实它在已经111年了 在我们人类第一次 找到它沉船之前 它几乎没有坏掉过 所以我们那时候下去的时候 真的找到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Louis Vuitton的行李箱 就那一只红的 都还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是喊无人机 它都静静地沉在那边 对 它就在那边待了十几年 所以几乎那时候拍到的时候 大家很震撼 好像是活生生的 然后他们留下来的鞋子 留下来的那些网块 就还是摆好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惊讶 可是自从我们人类去过之后 它就哭掉了 所以这些富豪 为什么急着要去看 为什么不等到说 等到一切的设备都完善了 然后比较安全再去看 因为你再过几年 整个TITANIC在海底 可能就会呼起 灰飞湮灭了 那这些富豪 其实也还想到 一个方法来赚钱 那时候不是有到外太空去吗 其实美国那边弄了一个希望号 那他说希望号 跑去了火星 想要找到人类 有没有朋友 就是我们不可能 整个宇宙那么大 不可能宇宙只有我们地球人 对啊 只有我们 后来他找到了一些水的痕迹 所以他们认为说 火星在很早很早以前 应该也有动物有物种存在 可是在五年之内 都没有新的进展 但是有钱人想的不一样 他们发现火星 虽然找不到物种的 存在的一个痕迹 可是有很多地球 几乎是没有的稀土 什么叫稀土 你看中美贸易大战 美国禁止那些半头底的基台 埃斯摩尔进到大陆去 大陆就把稀土控住 你们地球这么小 就我这边有 你们都不要好了 所以就变成它贸易战就这样 可是你离开了地球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些稀土 在火星多得跟什么一样 所以变成它们挖得回来 都是非常珍贵的 比如说一电动车的锂电池好了 电动车为什么价钱一直下不来 就是锂电池 然后锂的成本很贵 可是他们说在外太空 在那个土星环上面 在火星上面 那些东西其实 太多了 所以他们说你只要能够成功的 然后变成一门生意 你只要能够挖回来的话 你至少你的获利是一千亿美元 所以这些富豪一定在这个东西 一定是非常的有兴趣 虽然很难 但是或许有机会一次就成功 一次成功的话 可能就可以超越 伊尔马斯克 菲兽斯 无许是一次不成功就下黄泉 有可能 我有一个前辈 他就是在媒体退休了 那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媒体 是非常非常的喝哑 然后他有钱了 他就去缅甸 他也是滑梯塔克 滑一滑 他就看到人家讲说什么 一刀穷一刀富 他看一看之后 他就真的是上头了 你知道吗 就飞去缅甸 然后就有人 因为他不懂 所以都有些博客在旁边 在矿产旁边 在想说 我跟你说 你待会儿 你包个帮包给我就好 这一个弄下去 这一定是一个 什么种的老玉 什么种的一个 那种就是买石头 对 买一个石头 大家都路边摊 都要卖石头 看你会不会看 说你这石头你买下去 对 就堵 然后一刀切开来 看是玉还是钻石 都是你也 还是说切下来就是石头 那就会哭了 我那个前辈 他是怎样 他还不只是在路边 他被人家带到了哪里 拍卖场 可是拍卖场会让你 整个热血沸腾 因为大家都在喊 来吧 我爸 对 然后他喊了几次 没有喊到之后 人家就弄起来 他原本只带了 大概二十万台币 他后来喊了一颗一百万的 大概是二十万的人民币 他说那边用人民币计价 然后他不知道 他就是前面都喊不到 后来就 他一直喊 因为原本是很热闹 大家都在舉手 他喊到的時候發現 停下來 怎麼大家都在看他 你懂我 吹 對 然後呢 當場就是你喊到之後有沒有 你也不能帶回家 他們旁邊就要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要見證啊 對啊 反正就是切了 結果切了之後就沒有 就沒有 就切出石頭 對 可是我們的想法是 如果沒有就算了嘛 就好玩嘛 不是 他就每天都去 不應該輸 他就希望說他可以獲勝回台灣 結果最後負債了五百萬 回來之後就請大家吃飯 那我們就以為說他是不是發財了 我們就很高興就去 去了每個人都要借他一百萬 他又去啊 然後他拿了之後他就說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 又回去緬甸 這次就拚到了 拚到了 他就是切了一塊石頭 然後當場切下去之後 真的是翡翠 切出翡翠 對 真的是翡翠 而且當場就有人拿更多的錢 用十倍的價錢直接跟他買 所以他等於就是去 然後不到一個小時 他就翻身了 可是他現在又回來借錢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巡迴 我也不知道最後結果會是怎麼樣 但是他們玩這種礦的人 就停不下來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爽啊 佑珍 切下去是石頭或切出翡翠 翡翠 翡翠跟寶石比較不一樣 寶石是敏的 就是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圓礦 它上面如果有寶石 它是馬上可以看到 不用堵 它的堵是堵什麼 堵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切得好看 然後你有沒有客人 那這個是切割老闆或切割師傅的轉場 不是礦區 就像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挖到礦 我就會把礦賣出去 那我把礦賣要切割廠的時候 他會跟我殺價 那我沒有不懂它的殺價依據在哪裡 然後我也不懂哪一個 我這整批原礦挖出來 全部都是紅寶石好了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是最好的 因為我沒有這個專業 我的專業是挖礦 那但是切割廠的老闆是非常非常厲害 我們這整個行業的所有產業裡面 應該是切割老闆是最厲害的 你把它丟到礦區 他都把屋中生有 只要有礦給他 他切割機 他都可以自己做出來的 那他切下去 今天切馬上他就賣掉 他是有這個經驗 但是翡翠就不一樣 翡翠的水很深 因為翡翠它是外面有一層皮包住的 所以你拿重量比重跟敲下去的聲音 有可能你可以知道它裡面的密實度 那你去分它的種水 它就是玻璃種或者是豆種 或者怎樣它的價值就不一樣 所以切下去就要堵 可是寶石是不用堵的 好多學問 好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能夠實現淘金夢 是 淘金夢這件事情 就說到了淘金 淘金就是跟賺錢有關 那現場都是大老闆 很厲害 那我們來小小的平凡人 要怎麼去看這個淘金夢呢 就是賺錢有秘密 大家知道賺錢的秘密在哪裡嗎 賺錢有三個秘密 大家如果學會它也許跟他們一樣 可以賺很多錢喔 第一個秘密就是要有絕對優勢 如果你的絕對優勢越大 一定賺的錢越大 這是核心競爭力 第二個秘密就是要有高價值人群客戶 就是如果你去負責服務市井小民和高價值的很厲害 比如說總統啊 很厲害的名人啊 對啊 它的價值感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自己的能力要往上提升嘛 第三就是你要找到更多的客戶 一個客戶可能毛利率很小 但是很多客戶一人一塊錢可能就很多錢 所以這三個秘密只要掌握到一個 大家都有可能抓到你的淘金夢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參考太陽上升和金星 這三位星座 他們是怎麼樣去抓到自己的淘金夢的 第三 你只要拿出你有GIA的包包 還是哪個放大鏡 你只要一拿錯 我告訴你馬上買多一倍的價錢 馬上 你如果去珠寶店看寶石的圓框 圓框基本上在台灣很少會看到 你就看到是螺石 螺石 其實基本上我們肉眼真的會看得出來它好不好 那你如果夾紙 其實我們有珠寶夾嘛 要夾螺石的時候 你夾錯真的馬上就馬上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湖 等你喔 我們來看一下 參考太陽上升和金星 這三位星座 他們是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的淘金夢的 第三名 射手座 遇風 遇風哥 太陽射手 摩羯 淘金耶 是 太陽射手 我們來看一下 冒險精神 表現積極 射手就很會冒險 這種冒險不是大家說的那種 就是什麼都不看 然後就衝出去 那一定是出去死 射手的冒險很聰明 他可能在感情上很容易死掉 但是在賺錢上 他看得很清楚 就是人賣在哪裡 錢賣在哪裡 誰不敢去 但是我只要在某幾個關鍵的路口 一路拼然後可以斬將之後 我就可以拿到手 他是可以一步算步步算 算好之後呢 別人看不到 但他就可以堅持到 這種其實有很強的探索力 這種探索力一般是 還是要有一點眼光的精準度 然後他那個膽大心細的狀態 是來自於對人的精準了解 和對很多細節的步步為營 那這種東西其實需要一點點天分 然後這種天分呢 還需要一些個性的加持 比如說冒險精神啦 比如說積極啦 遇到一些別人覺得打退堂苦的 他自己有自己穩定的能量和認知 我覺得這個可以跟他們多學一學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天蠍座 嘿 又真太陽天蠍喔 我們來看一下 任性極強 堅持不懈 天蠍座就是這樣 就越挫越勇 而且看到很多別人覺得不敢做 但是他看得到一些利基點 比如說這是我的專業 我有朋友 我曾經接洽過 並且我對這件事情 是有一定的專業認知度的 他就會覺得說這件事情我非做不可 因為別人不做就是在給我讓位子 這種很厲害的狀態是 因為他任性很強 通常沒有挑戰性的啊 天蠍會覺得玩一玩就膩了 但是有挑戰性的 他會覺得這件事情我一定要鑽研下去 因為他忍不住想要去一探究竟 這三拐十八彎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別人嚇得嗷嗷叫 但是我總覺得有一個方法可以處理掉它 所以這種吸引力 再加上他自己的韌性的 就是兩邊一起努力推動之下呢 這堅持的這個力道就出來了 其實賺錢就是需要什麼 耐心然後需要時間 其實很多人都是絕地三十 三分鐘就走掉了 但是其實真的能堅持下來 像射手或者天蠍的話 他們就可以看到最後的那一抹光 這種事情就是人拼到最後 血佔到最後 你眼睛還真正 你就能看到那一抹光 我相信中間是很辛苦的 但是這個洞察力 確實是需要那股耐力來去幫忙的 好 最後我們來看第一名 獅子座 獅子座是怎麼樣 雄心勃勃 渴望成功 他們的領導力非常強 也許他自己比如說沒有專業 然後可能談吐也還好 比較懶懶的 但是他懂得用人 他看到不同的人 他運用自己的能量和能力 去把這些人召集起來 所以他可能一個演講 然後一個互動 甚至是一些資源的聚攏 這個領導力發揮了能力之後 所有厲害的人放在一起 各司其職 然後他們的所有的能量 就可以迸發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從冒險精神 到後來他自己有那些耐力和洞察力 最後要有領導力 這個錢慢慢就可以聚攏下來 然後我們一般人就可以跟他們學習 老師 御風的心盤我們當然看得出來 他就是會成功企業家的一個心盤 但是佑貞呢 我以為他應該都是很多獅子 牡羊 都是敢衝 敢賭的 有血拼精神 但是他沒有 他是天蠍巨蟹 對 巨蟹很會看賬 然後天蠍就很會去避免 就是有時候賺錢需要什麼 風險管理 他可以管理風險 那他的他的膽量是在哪裡啊 他真正的膽量是金星處女 然後還有金星處女 還有木星射手 這兩個很厲害 因為木星其實就是我們每個人 有機遇的時候能不能抓得住 射手的話就是 我不僅能抓住這個機遇 而且我有一些大條 就像佑貞講的 有時候我傻傻的 但是他看得到核心 我傻 但是我純粹 我看得到那些專業背後的核心 沒有人呼嚨我 我才去 並不是真的傻 只是他不看那些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有時候 小鼻子小眼睛他這樣弄我 我才不要理他 有些驕傲 他不會驕傲 他就會說人性嘛 人和人不一樣 他凶我兩句 但是他說是真的 那我就跟著走 其實是很阿薩利的那種大老闆的精神 對 然後他處女 金星處女很厲害 因為這些所有的跟有一點 像比如說挖礦啦 或者是境外的這種很 需要深入人脈的東西 他需要很細心的去處理 因為你不夠細心 就是自己死無葬生之餘 所以先保護好自己 而且還要很縮密的去規劃好旁邊的人 他各自背後的那些動機是什麼 我跟他們怎麼配合 互相不會踩到利益 但是又能WING-WING 有雙贏的結果 其實他的內心 我相信那段時間的內耗很大 每天都是在 我今天是最後一天的狀態下去努力 是嗎 應該差不多 就我們現在看到你當然是 已經在一個位子上已經成功了 可是其實那個過程很多辛苦 應該是說我讀建築系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庭 我們家族是整個是做醫療行業的 我是讀建築 但是我非常喜歡建築 那我那時候都覺得說 我畢業 如果我家庭背景不是做建築的 所以我從台灣一樣從零開始 所以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你可以出去闖一闖這個世界再說 那我就覺得 好 那我出去也是從零開始 那我就要出去 我給自己十年的時間 如果真的不行 就會來做家裡面的視野 如果可以 我不想要做家裡的視野 我想要為我自己 所以我出去是把自己 自於死地而後生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打拼 把自己放空 吸收所有的能量 對 來 不過老師剛剛講到說賺錢的秘密 我們這邊問一下佑珍 珠寶商在交易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 不對外公開的潛規則 我覺得做法上都不會告訴你 但是在TikTok上 用真 都會講得很明白 就會覺得好好看 真的喔 其實蠻多的耶 這個東西 像我們在做礦的時候 我們先講做礦 那我挖到礦的時候 客人要買什麼東西 他跟我講的 就是你知道寶石礦石這種東西 它是沒有一個標準 它不是像黃金 有一個標準的價格 那所以我們就最多人會問 這個東西什麼價格 我告訴你什麼價格 什麼地方買 賣給誰 誰在賣 價格全部都會不一樣 所以它是沒有依據的 哇塞 而且你買多少 也會影響這個價格 哇塞 那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在講 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要去買寶石的時候 怎麼樣不要 教你們怎麼樣不要避坑 第一個 放大鏡不需要拿起來 你肉眼可以看得到 就用肉眼看就好 你只要拿出 你有GIA的包包 還是哪個放大鏡 你只要一拿錯 我告訴你馬上買 多一倍的價錢 馬上 我 我想要看仔細 我拿這些專業的工具出來 但是你們一看 這就是外行的 就是外行才會拿這個 倒數 倒數 不夠 等級不夠 就是你想要表現你的專業的時候 其實這個才是 你會買到貴的原因 因為其實真的會買寶石的 它完全不需要拿這些東西 對 那問題是你們拿出來的 有時候圓框 那寒極 那我也看不出來是什麼 那怎麼弄 譬如說 你如果去珠寶店 看寶石的圓框 圓框基本上在台灣很少會看到 你就看到是裸石 裸石其實基本上 我們肉眼真的會看得出來 它好不好 那你如果夾紙 其實我們有珠寶夾 要夾裸石的時候 你夾錯真的馬上就買貴了 因為這個我也是被交出來 夾錯 對 他就會跟我講 夾紙就夾紙 他怎麼夾 我們一般寶石打開 它是有一個盒子嗎 對 我跟你講打開的時候 你開錯也會買貴 翻過來打開 夾紙 從屁股腰線 你把他夾起來再翻過來就好 可是如果一般你夾 你放著你這樣夾 你一定夾不起來 你夾不起來他就知道你不懂 他就可以賣你貴了 因為他不賣你貴一次 他要賺誰的錢 其實珠寶展真的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一個行業內 我們大家都會知道的 那包括你去看珠寶展 他也是這樣 看了你的視頻 上了你的課 我們在那邊 其實 你們也看得出來對不對 沒有 我跟你講 你只要翻過來這樣開 夾子夾對 他馬上就會知道你是內行人 他馬上給你開的價錢 就不會是他想要一開始給你開 因為你進到一間珠寶店 或你知道展場 你要開始做任何一系列動作的時候 這個賣你的珠寶商 他都在一直打分數 他要賣你多少錢 包括你之後跟他出價的時候 還有你問他的方式 他都會決定他要給你多少錢 是我們行業內 彼此也是這樣子在考驗彼此的 所以你先生教你很多東西 對 我從他身上真的學到蠻多 你看我們兩個 他是我的下游 可是他反而是在這個市場上 他是比我更清楚 因為我的客群很簡單 就是工廠 他的客群 上到工廠下到客人 他都會接觸到 所以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 把我們兩個人的價位到同步 就是每次 我們的最大樂趣就是每天 因為我們都是做寶石的 每天我們看到無數的寶石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開價 我們永遠都是 我按好計算機或按好手機 我們兩個來看一下價錢有沒有一樣 然後一二三這樣比對 對 我們就這樣每天 到現在還是這樣 他在遠端 他也會傳寶石來給我看 然後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價錢差很多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價格 他就會告訴我為什麼 那譬如說摩寶石 他會跟我講為什麼 我就會一直問 那我們價錢到時候 就都一樣了 像現在 我先生他都會覺得 我是他肚子裡的灰蟲 因為他只要看 我就會告訴他多少錢 我覺得那個人 貨主我要殺多少錢 然後你會儲多少錢 那就是都會一樣 對 因為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靈魂伴侶的默契 對 好有趣喔 好厲害 而且客人 我們要去買的時候 老闆也要看我們的臉色 然後我們要很會應對進退 對不對 要懂得說 怎麼殺才比較好 對 一定要殺價 一定要殺 而且殺大概多少 十分之一 這要看他寶石本身 殺價也是學問 對 其實你殺錯價格 他也會把你送出去 來 我們請教一下湯哥 哪些守面相的人 就很會應對進退 好 有一些人天生 他就是比較懂得這樣 打太極有沒有 感覺人生就是要走中間 比較安全 好 那哪一些人 他比較會應對進退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面相 有沒有長得比較聰明 而且是有智慧的聰明 我們來看一下 就要看 破掉了耶 對啊 可是他說這個是開窗 是真的嗎 開窗 對 開窗什麼意思 就是他有一個小的記憶 他的記憶 就是他從那邊會再長另外一個出來 他是一個小窗戶 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他其實是有一個傳說的 對 就是水晶 他會有一個窗的時候 他是 那個叫亞特蘭提斯 他們覺得 這像USB你知道嗎 所以可以讀懂他的人 可以讀到他的裡面 記憶的東西 是不是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面相 有沒有長得比較聰明 而且是有智慧的聰明 我們來看一下 就要看 耳朵的部分 來 如果你的耳朵比較貼腦 或是耳朵高於眉毛 側面看高於眉毛的話 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他是非常地有自信 而且很聰明 其實我們常常講 如果小孩 如果你要打他的時候 你不要打他巴掌 就捏他耳朵 然後往上提有沒有 然後耳朵越拉越高呢 代表他將來的事業 可以做到明陽四海 那如果耳朵越貼腦的 代表什麼 他學習能力很快 這兩個有符合的話 代表就是說 這個小孩 或說這個人呢 他在學習的過程 他可以抓住重點 而且還會看到別人 細微的東西 然後他會非常有自信 例如說他很好奇心 然後也願意學習 然後也學得會 這就是厲害了 這是我們常講 人才呢 都是長這樣的一個面相 所以耳朵越大 然後高於眉毛 那這樣的話就是最好的 那這樣天生呢 他的領悟力 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不管他在學 珠寶啊 或是房地產啊 各方面的 在這個行業當中 他很迅速的 可以進入狀況 這是蠻厲害的一個過程 來看一下呢 第二個呢 就是你要應對進退的話呢 一定要特別的圓潤 長得也要遠一點 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 這個顴骨呢 有肉跟豐滿 我們的這個 有真 就有了 其實顴骨呢 有肉的話呢 豐滿 代表就是說呢 這樣的人來講呢 他不管是 所以我們講雙商再現 就是情商跟智商都夠 首先他要很聰明 那聰明呢 又不能太過衝動 有一些人可能會很聰明 然後看到你騙我 我就會不得了 我就會很衝動的 想要去反駁你啊 可能想要攻擊你啊 回擊你 那不是喔 如果你的顴骨有肉 但是是有肉 不是只有凸這骨頭而已 還要包覆起來的 那他就會先 按耐住他的性質 然後呢 跟你談到最後之後呢 給你狠狠地回敬你 然後呢 對方就會閉嘴 然後閉嘴之後就 好 那我賣給你吧 他就被 拿他沒有辦法 所以那種顴骨呢 有肉跟豐滿型的人呢 他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呢 回擊 但是回擊呢 會讓人家就是 心服口服的 不是那一種 攻擊性特別強的 或是會吵架的 但如果你的 顴骨是露出骨頭的 那一種就是 會真的是 暴力攻擊那一種的 所以這種是屬於比較 雙傷在線 然後弱弱大方型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就是應對 你的手下有沒有一個 應對的紋路 懂得應對的話呢 就要看智慧線 智慧線呢 在三條主線的中間 然後呢有兩條 有分岔也算 或是兩條平行的 那如果說你有兩條智慧線的話呢 代表說這樣的個性呢 通常比較是老靈魂型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種人天生 不管是他面對他的環境呢 他的客戶 那他的客戶或他的朋友呢 都很願意把他內心很深層的這一面 告訴他 分享給他 為什麼 因為這種人本來就有點老靈魂 所以呢他不僅會洞察 這一周圍的任何人的一種內心 他在乎什麼 他就會適時的說出 對方在乎的東西 然後在乎的東西呢 可能不一定是表面的 可能是他很內心的東西 所以呢可能他會從 原本是客戶變成是朋友 變成是外條的 然後就變成說 反正你賣什麼 我就挺你 我就買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的首相 有這兩條智慧線 甚至智慧線分岔的 他就是有這種本事 所以像這樣的話 就是觀察很敏銳 而且呢他應對進退呢 都會讓人家感覺是舒服的 你是懂我的 好那第四個呢 就是 交際手腕很高的喔 交際手喔 交際手 來看哪裡呢 看小名子下面的這個地方 叫做水星丘 好我們每一個像 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嘛 那每一個指頭下方 都會有一個圓圓的 像貓長 肉長這樣子 假設呢你的這個水星丘呢 這個肉長是有凸起來的 比起其他手指頭下面的 你是最凸 最明顯的 代表說呢這樣的人喔 非常的感知力很強 他感受到周圍環境的危險 還是安全 他是很厲害的 那他本身的第六感 覺察力也是很厲害的 例如說他可以 第六感直覺力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人就是好人 這個人是值得做生意的 可能就像佑森老公說 這個就是我老婆 他就是馬上就是決定 要這樣的一個對象 跟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如果有這樣的話呢 表示說他不管在投資運啊 上面呢他也蠻多的小確信的 因為他的直覺力呢 跟他的動心能力 跟他的這種聰明度是夠的 所以呢他常常都會有這種 很好的機運還有幸運這樣子 接下來看真正的開運寶石喔 真的喔 又問這個喔 運寶你平常也有買水晶來做收藏喔 有啦... 有沒有 怎麼這麼不太煩啊 這個就是他 我們把速度加快沒有關係 快點 這個是非常神奇耶 這不是冰糖嗎 這不是啦 大家冷靜 這個很厲害 這個讓我賺了好多錢耶 我有一次去澳門賭錢 然後輸了非常多 然後我去找我那個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就看出來我氣場不好 然後他問我最近怎麼了 我說我去澳門輸了很多 然後他就拿這一顆送我 然後... 然後我再去澳門 然後... 然後那邊去大家都被丟那個板子嘛 結果我是拿這個水晶出來發 這個丟下去 都贏錢 那你這顆水晶是什麼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人都是這樣 我一開始他送我一個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我就去買這個 我說不好意思 贏錢 可是... 贏那麼多還買那麼小 效果也不錯啊 這個破掉了耶 對啊 可是他說這個是開窗是真的嗎 對... 開窗什麼意思 就是他有一個小的記憶點 他的記憶就是他從那邊 又會再長另外一個出來 他是一個小窗戶 很厲害吧 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他其實是有個傳說的 對... 就是水晶他會有一個窗的時候 他是... 那個叫亞特蘭提斯 他們覺得... 就像USB你知道嗎 所以可以讀懂他的人 可以讀到他的裡面記憶的東西 是不是 這是我的客人跟我說的 是不是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越來越貪心之後 有一次我去他那邊 他...其實他沒有開箱 他就一個黑黑的 但是我進到他的那個工廠 我就感應到了 我說... 然後他就說不行 這個是有人預定的 我說我要 你還會感應喔 真的 我覺得... 我可以 大神附體了啦 對... 可是他把它弄一弄 真的很漂亮耶 你這差不多有... 有... 他大概十幾公分 大概十幾公分 然後後來他... 他就是不願意給我 我後來是拿五十萬 結果這到底是什麼啦 結果到底這個是什麼啦 就是黃水晶啊 那個是茶晶吧 應該是黃水晶吧 這個是什麼 黃水晶跟茶水晶 它其實是屬於同一個類型的 對... 好啦 不討論 好啦...跳過了... 我們要講的是 請給我一個特寫好了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開運寶石 對... 不是水晶的水晶 是寶石 請跟著我的視線 等一下啦 我們先視線先轉軟 阿湯哥 那還要等喔 好急喔 要問一下... 要問一下怎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他們投資不斷的翻倍啊 這比較重要啊 是 來 阿湯哥 好... 寶石放對的地方呢 讓你2023年呢 下半年呢 可以撞到滿盆滿波 也是滿不錯 因為寶石呢 本身就是很有能量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礦物呢 它都是我們天地之間呢 所孕孕出來的一個 很天然的一個產物 那這個是接受了日月精華當中呢 非常的有磁場的 所以如果你把這些水晶啊 或是寶石啊 珠寶啊 你把它放在呢 流年的財位呢 那可以生... 就是催旺你的這一個財運 那2023年呢 其實整個很大的財位呢 還是在南方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把你家裡的 例如說水晶柱 或是琥珀樹 或是金洞 類似像這樣的 比較有能量的珠寶 有機寶石呢 或是天然寶石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南方 那如果呢 你在2023年下半年 要轉2024年的時候呢 整個大的財位呢 會轉到北方 所以呢 南方你也可以佈局 北方呢 你也不要放過它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北方呢 放一些比較... 有關於金色 還有就白色 金色 銀色的 這種相關五型屬金的顏色呢 把它放到北方 甚至於黑色系的也可以 代表金跟水呢 金水相生 我們可以達到 風生隨起的效果 所以要記得喔 2023年呢 以南方為主 但是2023轉 下半年到2024的話呢 你就要把它慢慢轉到北方了 所以就可以把這些 金銀珠寶啊 礦石的能量呢 全部在那邊 幫你造一個柴山出來 所以以上呢 給大家做參考 來 你要的來了 可以問了 買珠寶是一種學問 我們要這邊請問佑珍 如果最近想買寶石 你會推薦買什麼 它的顏色非常的特別 英國女皇哪邊 英國女皇 它頭上有一個紅寶石 大家以為它是紅寶石 可是它是塔加吉士坦的 尖金石 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尖金石 對 它旁邊這些都是寶石 而且你看它旁邊這個珍珠 然後在小棧都是真的 那種珍珠小 它是小棧 是比旁邊看起來小 其實也不小耶 其實應該都是很大顆 接下來 要來洗嗎 佑珍 如果 如果我們最近想買鑽石 你會推薦買什麼 你不要吸進鼻孔裡面好不好 吸起來就是我們的嗎 我們可以喔 你趕快起來 人家就沒人要怎麼說 喔 好漂亮喔 這腳有大腳喔 當然這個 寶石啊 鑽石啊 各式各樣學院好大 種類很多 你今天這邊滿盤滿波的這邊 你會建議我們初學者 初級 中級 高級大概買些什麼 我覺得可以依照第一個你的年齡 然後你的預算啊 去選一些比較相對應的寶石 然後來投資 譬如說你如果可以以 譬如說算命啊 可以以星座 顏色啊 還是什麼去找一個幸運的 或者是五星也可以 然後你來找相對應的寶石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你如果說 預算上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限制 那我覺得主要就是考慮 紅藍寶珠母率 一定是首先考慮的 紅藍寶珠母率 就是說放越久增值越多 對 那還是有一些黑 譬如說尖金石 像這個就是尖金石 你看英國女王上面的 好美喔 它的顏色非常的特別 英國女王哪邊 英國女王它頭上有一個紅寶石 大家以為它是紅寶石 可是它是塔加吉斯坦的尖金石 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尖金石 我們先講女王好了 就是這樣 那它旁邊這些都是紅寶石 或什麼祖母綠 黃金鑽這些嗎 對 它旁邊這些都是寶石 而且你看它旁邊這個珍珠 然後跟小鑽 都是真的鑽石 珍珠小 它是小鑽 是比旁邊看起來小 其實也不小耶 對 應該都是很大顆的 那它頂上這一顆呢 頂上那顆是鑽石 藍色的 尖金石我覺得真的不錯 它的顏色非常非常合 好美喔 裝在裡面跟拿出來看是不一樣的 好美喔 好像湯了 它這個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叫 絕地武士 大家知道絕地武士有個光劍嗎 是 就是這個顏色 它是天然的寶石界裡面 很少會有這種顏色的寶石 所以它的相對它的價值就高 那你說彩色寶石 其實它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顏色 所以它的顏色決定它的價值 像這種寶石啊 它的顏色非常特別 它我們就不會考慮那麼多它的進度 因為它的顏色太特別了 所以裡面你覺得 最值得推薦的是這顆 所以如果要購買彩色寶石 如果以初學者來講 應該是紅藍寶珠 可是如果你想要進階 想要收藏到一個好的寶石 它漲幅的空間比較大 那你就要選特別顏色的寶石 來 雅安姐這顆 先看一個特寫 如果要購買彩色寶石的話 第一看顏色 第二看進度 第三才是價錢 對 所以產地不是那麼重要 對 產地其實不重要 而且說如果顏色漂亮的話 其他有一點瑕疵什麼 都可以包容是不是 對 真的嗎 對我們來講 真的 可是我們看起來 每個顏色都很漂亮 會不會是懶的 不會是懶的 沒有就是說美女 看誰都有美女 當站一排的時候 你就知道 誰最美 這裡面最 你覺得最有價值的是哪一個 最有價值的嗎 如果是我選的話 我覺得雅力三大變色寶石 搭客 真的 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豆豉一樣 真的 它其實有兩個顏色在裡面 好漂亮 它會變色 這個是這樣子太... 這個是最有價值的嗎 你看 對 它在白燈光下看是綠色 在黃燈光下面看是紅色的 它不一樣顏色 裡面閃耀不一樣 是喔 可是加上這個台可能就貴了 對 因為它旁邊就是完全 18K金真鑽 好香的台子 那第二個的話 應該我選的還是這一顆 它是紫色的藍寶石 不是紫水晶 紫色的藍寶石 對 紫色的藍寶石 它這個藍寶石 基本上要正紫色 然後這麼大顆的藍素 其實很少 非常非常少 所以它絕對有收藏的價值 那你也不會去在意 它是哪一個產地了 因為它足夠稀有 喔 是喔 好大一顆喔 那我手上帶這個不稀有 這個是...這個也很稀有 我先生他就是... 這一顆是他自己親自切的 喔 是喔 他就是在... 傳奇人物切的喔 在巴基斯坦挖到這個礦區的時候 他去投標這個礦 為了這一個跟我講 隔天馬上幫我買機票 他就去把這個標回來 然後回來就直接切了 哇 這顆是什麼石 帝王拓帕石 帝王拓帕石 真正的帝王拓帕石 是粉紅色的 那它這個是粉橘 粉橘色 粉橘色 很美 那這邊這些好像塑膠粒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阿富汗竹母綠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大家應該比較少機會看到這個 這個是在母礦上面的 竹母綠圓礦 那它是綠柱石 所以竹母綠圓礦 都是長這樣柱形的 柱形的 那它還沒被挖下來之前 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它挖下來以後 可能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柱形有粗柱跟細柱 對 它有粗跟細 那這個... 這個就是圓礦 還沒有... 還沒有切磨之前 它原來是在這個上面 還是有石頭 就是你剛剛講的說 它不需要去堵 因為切的時候 你從外面就可以看到說 裡面有東西 對 從這邊就知道說裡面有東西 所以就小心去敲它 敲出來 就是這個 敲下來以後就變成這樣 就變這樣 那這樣才分大小顆 對 然後分顏色 我們再來切 再來切 切完以後它就會像這樣 就像這樣 對 這就是等級非常高的 一種粗柱綠 這樣小小顆 你手上也有一顆 它是...兩顆是一起的 同一個圓框切出來的 同一個圓框切出來 對 顏色 這一顆 你喜歡這顆 我們想問多少錢對不對 原框 請問多少錢 圓框 裸石跟成品 哪一個比較有價值 應該是成品 因為它旁邊你看 像這個 香那麼多鑽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這個圓框 它本身的價值就是 譬如說像我們在挖框的時候 圓框不一定會比成品 還要來的價值低 如果這個圓框我挖到的時候 它非常的漂亮 我們就不會切它 我會留給 最後買它的主人切它 它要怎麼切 我會依照它的意願下去切 譬如說我們有挖到一個貓眼 亞歷三大變色貓眼石的圓框 非常漂亮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方面切 它可以切... 切出來會是史卡的 亞歷三大變色史 可是它如果切單面 它就會是貓眼 所以我們把這個權力交給 真正它的主人切 所以我們就等這個主人出現 所以它不會說 成品一定就比較貴 原框就會比較便宜 裸實會比較便宜 不會 不一定 是看它本身的價值 那這一顆好 這一顆 請見價 來 玉峰 這個要不要五十萬 五十萬美金 不只 美金 我們今天要抽 玉峰你好會猜喔 一猜又猜五十萬美金這麼準 我們今天抽獎是抽這一顆嗎 我的已經抽走了 我不抽了 我不再抽了 你這個又不是Q 你這個是Q 這一顆要多少 這一顆如果在國際的 零售市場上面的話 基本上你十萬塊美金 一顆拉都買不到的 它是無油木佐珠木綠 又加上它是阿富汗產地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值得 收藏的一種寶石 看一下 你如果說哥倫比亞 竹木綠可能都還沒有這麼好 解鮮 解鮮 所以這差不多一百萬美金 不用到一百萬美金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對 五十萬也算 兩顆拉其實真的 在台灣的末端價格 差不多就在三百多萬 你旁邊有誰戶嗎 如果是無油的 這麼小一顆耶 應該不需要 太美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跟其他竹木綠比起來 是真的有差 它的顏色 顏色 你看看 一般般都會是像這樣 可是這個是最頂級的竹木綠 真的有差 這顆 它是同一顆卸下來 沒有 它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就是如果放在一起 你就可以比較得出來它的差別 那請教一下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下半年利於投資 是 下半年利於投資的星座 我們參考一下 太陽上升和金星 如果你周圍 或者你自己就是這三個星座的話 自己要做好或者你要更好 第三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兩個要八了 是 利於投資哪裡 個人特質長遠規劃 什麼意思 要在能力上投資 就是我們本身 就是如果你是這個摩羯星座 就是你本身的核心競爭力 和個人的能力在哪裡 也許你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水準 但是還要再投資 比如說把它發揚光大 或者說因為這來結合更多的資源 然後把我們的整個事業鋪開 它一定是跟你的能力有關 然後金錢才會來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明珠占補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方面能夠逆轉勝 好 我們看在哪一方面能夠逆轉勝 今天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你等一下補到哪一個掛 就是你當下現在這個是不好 但是它即將會轉好 所以我們用心來看 第一組是四顆對一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五顆 第三組是六顆對三顆 第四組是一顆對兩顆 第三 第五組是三顆對一顆 我們要評第一直覺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牡羊座 葉宇峰的上身牡羊座 我這樣子一直拔 那根本有水 請拍水 拍水 凡爾賽起來了 來 理性分析研究細節 在這裡就是跟事業有關 我要投資我的事業 我的事業如果我可以有理性的 然後這個盤是跟我的分析有關 並且步步為營之後 還有細節可以考究 在這個細節考究之下 一定是比別人更加的突出 突出之後 別人一定是找你 不是找別人 所以在這方面 事業上可以多投資 我們來看第一名 射手做黑離 這一段是我們業配嗎 對 連送三人 一封是太陽射手 最近有什麼產品 你是有機緣可以結合的 或者你可以剷除的都好 比如說 遇峰就找遇震 遇峰就找遇震 還剛好覺得還蠻合的 向著他的產品動手 對 我覺得產品投資 這方面的佈局 是滿適合 利於下半年去翻一下的 宥甄太陽天蠍是在國外 震裁上是非常可以發揚光大的 曼谷 愛國曼谷 對 我覺得剛好就是結合到 宥甄現在的工作狀態 就是國外客戶 產品 不管上游下游還怎麼樣 都是可以有震裁的 當然大家如果都沒有追蹤到 你也沒有這樣的朋友的話 兩個口訣 兩要兩不要 可以幫助你再發一點小財 再下半年 兩不要是什麼 就是不要有偏見 然後不要有盲從的狀態 因為盲從我們不了解 反而會失去那些機會 兩要就是第一要風險管理 不要怕風險 我如果學會管理風險 我相信在風險高的狀況下 你一定有一些收穫 第二個就是要果斷 有時候我們就是 投資需要時機 時機不對 或者時機已經走了 我們再來補 是來不及的 祝福大家都可以發大財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要領珠占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逆轉勝 好 我們看在哪一方面能夠逆轉勝 今天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你等一下補到哪一個掛 就是你當下現在這個是不好 但是它即將會轉好 所以我們用心來看 第一組是四顆對一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五顆 第三組是六顆對三顆 第四組是一顆對兩顆 第五組是三顆對一顆 我們憑第一直覺 佑蓁你要 佑蓁幾號 幾號 一二三四五 四 四 一號 一號 月豐一號 我要四號 四號 我要五 五 我想不出來耶 你預備 憑第一直覺 一二三 四 一二三不是計算還不是四嗎 神經病 一五神經病 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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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可以 我說一二三四 也可以憑第一直覺 我們來看 二跟三沒有觀眾朋友挑的 我們現場沒人挑的 我們先來看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感情方面 這個我們碰到錯的人 要及時快速的回頭 你就能夠逆轉勝 因為你下一個 比你下一個更優秀的在等著你 所以我們恭喜你在感情這方面 是能夠逆轉勝 我們剛剛講了 你捕到什麼掛 就是你現在當下 你是在哪一方面在迷思的時候 所以你要逆轉勝 就是要轉念 那他就會逆轉勝 再來我們看三 三是 我們看觀眾朋友挑到哪一方面 這個叫行銷方面 這個行銷也就代表說 你現在行銷的方向可能是 思維有一點錯誤的 你只要能夠重新的去做調整 或者請一些專家 給你一些好的意見 那相信一定可以逆轉勝 好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看現場最多的 大家都挑這個 是 我們看你們在哪一方面 能夠逆轉勝 這個是很好的 這個是在股票方面 也就是在有價證券 股票 還有一些偏財方面 所以在這方面能夠逆轉勝 這是非常好的 來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白雅老師好了 這個是在家庭方面 可能你現在正面臨著跟家人 有一些某些觀念是不能謀合的 你只要稍微大家互相退讓一步 你自然在家庭經營方面 就可以逆轉勝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雖然大家剛剛都瞧不起黃水晶 你看他剛剛說他戴那個黃水晶 是好運氣的 我們因為吵不起 那是很重的 對啊 他真的逆轉勝 我們看到在哪一方面 能夠逆轉勝 你的財富方面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所以你的黃水晶還是厲害的 對 跟我走 好 我們恭喜觀眾朋友 你在財富方面可以逆轉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 謝謝來賓 好 感謝你的收看 大家發大財 拜拜